我記得那時候我去拜拜 然後去求我是不是可以考到好大學的時候 我就說希望我以後可以做貢獻社會的事 創造好的環境 我就有這個很有趣的許願 然後這個許願就是從我在高中到現在 就是這個許願 我發現這個願其實沒有偏離 白鬥之間那時候忽然間有個人 就是叫劉正隆道就是誰 大家抱就是大家開頭這是誰 然後我的名字就冒出來 我是長在台中的小孩 然後我住在豐原 豐原山跟海之間這樣移動 那它建立了我 我從小就很喜歡這個移動的過程 然後我從小就會觀察這些 我去這個環境的過程 就是我想選擇科系做我幾個方向 就是我希望它是可能 往一個創造設計的領域的 然後我就有一個很奇怪的方向 是我很希望是可以做比較好的環境 或是為環境帶來比較好的 比較好的設計 我每次心中都有一個很大的畫面 我常常說我覺得我是眼睛閉起來 我可以想像應該做什麼事情的那個畫面 我自己更生第五覺得這個事情 這個空間應該怎麼樣 為什麼它不是這樣 所以就會希望更多人進去 然後更多人了解 然後默默它就是打開 它就是要面對大家 它就是打開 然後它應該要發生 它應該發生的所有的情節 場所精神 然後每一個在地 應該發生在地的事情 擺脫職業 2016年的時候 我們就讓民眾走在台北市中心 從大稻埕走到台灣博物館 然後走這個歷史兩公里 那一年很成功 而且我記得 當時有20萬人走在路上 從來沒有文化事件 會讓人走在路上 這麼多人的 所以它是創下文化事件 人可以去改變 多次行為空間的狀況 大喜大喜是一個品牌名 然後它是 寫贏兩個大喜兩次 然後它有喜大喜就代表 這個喜就是神的喜事 就是完美 就是我做的事情就是 新的落盡 然後跟一個晚會 然後晚會是一個 新型態的一個設計 讓大家看到 我們在尊重傳統價值下 跟傳統的 這個地方的社頭 一起合作創作 然後我們把城市 像博物館一樣打開 然後每一個創作 都是依照這個 歷史文化脈絡做的 我們不動傳統的落盡 我們只是歌頌它 或是讓它更有名 然後把這整件事情叫大喜大喜 但這件事情讓我學到 最大的經驗是 一個藝術 城市藝術技可以代表城市 它可以變成一個品牌 那我們台灣可不可以 也做一個這樣的品牌 所以在文博會的時候 我才提出一個靠窄的目 希望大家一起有一個 文化找尋的運動 我後來也深深的發現 從文博會開始 就是地方的這個文化勢力變強了 大家開始覺得 每個在地 每個地方 他們都可以表現 他們自己好像新的地方制 然後說著這個故事 我覺得這是潛移默化的 但我還是秉持著 我覺得重點不是我要做 什麼樣很帥的設計 而是我想一個架構 然後 但我在文博會之後 大喜之後 我還學了很重要一件事 如果我見到每個城市 有機會 然後每個城市 那個城市 如果有老城 老城市的話 我就會希望老城市的文化可以復興 所以像新的設計展 我們會讓它科技城市的概念 被展現之外 或是同時 我也是會打開變成城市策展 我有時候會很 很抗拒策展這個 就是因為我很怕 大家就會覺得 它是 策展現在太流行了 每一個人都說要做策展 但在我心中的策展 最好的狀況就是 像 《威尼斯建築雙年展》 這樣的展 就是有一個director 他下了一個題目 然後他覺得這個議題是什麼 然後全部的國家館 全部的策展一起追尋 去創作這件事情 你要知道 你要做什麼樣子的事情 然後大家去把這個價值 去做出來 那對我來講 這個就是策展 我還蠻享受 現在每一個去幫 每一個事件去解題 然後我還在執行 每做完一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其實不是要秀說 設計多好 但設計以地在裡面 但是會讓大家看到 事情可以變更好 然後空間可以變更好 讓大家產生價值觀的改變 這個事情的價值觀 觸動到人 他願意去做 他應該做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 可以做這件事情做多久 但是 我覺得可以做這件事情 是很幸福的事情 和我一起做的事情 說得很欣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